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一连三天的廉价开始了 相信不少人不是在度假 就是在度假的路上 但是对很多做生意或者说打工仔的朋友来说 不是说你在放假度假 你就可以完全什么都不管 什么电话都不接了 因为有时候人在江湖 不管你人在哪里度假 生意还是得要做的 有单子来你还是要接的 那最近呢 有一名从事电商工作的大马华裔男子 他就算放着假在海上飘 也不忘接单 敬业乐业的精神 让许多的网民感到非常的赞叹 不过在海上飘 到底要怎么来接单 马上给大家来看视频 是的 不管人在哪里生意还是要做 飘服歌完美展现了没有什么能阻止我签单的拼搏精神 那大家可以从刚刚那只在网络上已经疯传的视频看到 身穿着浮潜设备的男子飘在海上接电话 告诉电话那头的Mr.Chong 等一下回去再send quotation给你 我现在在海上飘着 男子接完生意过后 还对着身边的友人比了个OK 表示已经settle了 可以继续浮潜了 视频传开后引起不少网民爆笑说 哇 这位飘流哥的生意真的做很大 即使在海上飘着也不忘接单 不过不过有网民开玩笑的怒骂这位飘流哥说 Bro 你这样做很不对 你根本是在破坏行情 等下我的老板看到这个video 会complain我 你看怎么人家在放假在海上飘都可以接单 但是你放假却什么都不做呢 还有老板网民留言说 来人啊 把勤奋的飘流哥给我找出来 我要请他 有的则认为说 接单有生意做那还OK啦 但是如果我在度假在海上飘的时候 我还接到我的老板打电话来 真的是当场气到什么度假 Mood都没有了 那搞笑的是 还有一位网民就分享说 在海上飘到一半 接到客户下单 其实算很不错了 他曾经试过自己在玩蹦几跳 玩到一半的时候 结果接到老婆打来的电话 老婆要他做什么呢 叫他打包 让他真的很傻眼 另外还有一些感同身受的网民就留言分享 客人就是这样 天天喜欢挑你off day 放假 不然就是差不多要关店的那一刻才来下单 还有一些抓到另一个重点的网民则留言问 在海上飘 它也有线路的吗 飘流哥到底用着哪家电信公司的line啊 介绍一下吧